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生第六回大結局 現在開始播出 阿虎, 你收拾行李要去哪裡? 我要上京 上京幹甚麼? 我要向朝廷告狀, 指你作弊 你…你知不知道自己做過甚麼? 朝廷若果知道這件事 我會殺頭的 你既然知道後果 為甚麼會這樣做? 好, 因為我要大富大貴 我要得到黃英 你為了名利, 為了一己私辱 就不擇手段 是, 我沒有害人, 我沒有殺人方火 我不覺得我這樣做有甚麼不對 你的想法真是大錯特錯了 我不可以容忍你這樣做 你…你真的要去朝廷告發我? 是 人去 走 大爺 這個人趙虎意圖謀害本官 罪大惡極 把他押下收入監牢 是, 大爺 幹甚麼?你為甚麼綁住我不行? 嫁他入監 放開我… 我幫我… 那些茶不淡了 是呀…小人該死, 小人馬上換過第二壺茶 不用了…就這樣吧 小人下次一定會泡一壺美茶 讓大人享用 你挺懂得本官的開心 你以後好好幫本官做事 我不會代薄你的 謝謝大人厚愛, 謝謝大人賞識 阿龍 黃英? 大膽文女, 看見資院還不下季 還藉福大人的名號 她是我的朋友, 你替我退下 是 黃英, 你找我有事嗎? 是否喜歡改變主意 答應我們的婚事 你是不是把阿虎收監? 是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他是你二弟 他犯了事, 我只要扣押他 他犯了甚麼事? 你沒需要知道 我想去監房探望他 不行, 你不可以見他 為甚麼?你是資院 難道你讓我去監房 見一個犯人也不可以嗎? 為甚麼你要這樣關心他? 他只不過留在監倉一會兒 你又馬上來找我 還要馬上去探望他 還為了他質問我 他有甚麼值得你這麼緊張 他是你二弟 難道你不緊張他? 我正在問你, 你別說別的事 一場相識 我關心他是正常的 我不想再提阿虎的事 你是因為我, 所以扣押阿虎 沒有這種事 如果你說得出他犯的是甚麼事 我就會相信 你… 是, 是我扣押阿虎 好, 因為他去告發我科舉作弊的事 所以我要扣押他 你竟然做出這種事? 本來我不會這麼做 但是是他逼我的 他不顧兄弟情 要去告發我 要置我於死地 我迫不得已才這麼做 是你有錯在先的 馬上放了阿虎 我不會放他 我現在知道整件事 我一樣可以去告發你的 你沒有這樣的機會 人來 好, 大人 你想怎麼樣? 這個女子是山賊如意 作奸犯科, 殺人無數 替我抓住她 是… 趙龍, 你太過分了 是你逼我這麼做的 我也不想 進去吧, 殺婆娘 黃英?黃英, 是不是你? 阿虎 真是你? 你怎麼會被他抓來監獄? 是趙龍 他指出我是山賊如黨 要扣押我 他實在太過分了 這種事做得出的 難怪他還說愛你 對你真心真意, 全都是假話 這個人簡直是喪心病狂 你… 電源 又來找生悅 你不太聽不懂 你快聽不懂 你快聽不懂 你不是你想要 你快聽不懂 你把人生粒 那些人想要 你快聽不懂 你快聽不懂 你不懂 那些人 你快聽不懂 你快聽不懂 我不是不是 那些人 他想不懂 你快聽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以為你和我成親, 我就立刻放你們 你竟然卑鄙到要脅我? 為了你, 我做什麼都願意 我會不惜一切 我不會答應你的 你寧願一輩子混在牢房 你也不肯嫁給我? 是, 我不會嫁給一個無情無義 出賣兄弟的人 你… 大人… 什麼事? 秦安大人來了 秦安大人來了? 招呼秦安大人在大廳坐, 我馬上去見他 是 這個女囚犯, 押腳入獄 走 走 王英 阿虎 阿虎 剛才大哥見你有什麼事? 他要脅我, 要我嫁給他才肯放我們 他真是卑鄙 我不會答應他的 但是這樣, 你就要在這裡了 我不會向強權屈服 最多在這裡住一輩子 這裡有得吃有得住, 多好 你們以為可以在這裡長住 差大哥, 你什麼意思? 秦安大人又京城來了 最近朝廷對於山賊作亂極為重視 怕山賊聯群結黨對抗朝廷 所以就頒下聖旨, 所有縣省 凡是抓到山賊的 不論輕重, 一律殺無射 什麼? 殺無射? 客婆娘, 你死期就到了, 等死吧 我會死? 你不用怕, 他只不過亂說 你不會有事的 很快你就能回家了 我會死 我會死 朝廷斑下聖旨 但凡捉到山賊 不論凡事輕重, 一律殺無射 王兄他…他豈不是要判死罪 我…我扣押住他豈不是變成害死他 我…我做了殺他的兇手 怎麼辦, 我不想他死 我真的不想他死 為甚麼事情沒有到這個地步 為甚麼朝廷總不扳聖旨, 遲不扳聖旨 偏偏在我扣押了他之後才扳 那天為甚麼要這麼戲弄我 為甚麼要這麼戲弄王英 為甚麼 不行, 我一定要想辦法救他 王英 對不起, 是我累了你 要不然我, 趙龍就不會扣押你 你就不用死了 阿虎, 與你無關, 生死有命 阿虎, 是我不好 上一世, 你有重病 我找到千年人心都救不到你 第二世, 只是這一世 我又累累要判死刑 我真的沒用, 我真的沒用 到了這個時候 你還要說甚麼前一世, 前兩世的事 我由始至終都沒有說過謊 好, 我相信你 你告訴我前一世我們的事 前一世, 你叫李小玉 我叫唐玉興 我們情投意合, 互定終生 可惜你爹嫌我窮 就把你去配給父家子弟馬劍雄 也就是今世我的大哥趙龍 趙龍 是, 就為他 我們為了治好你的重病 去長白山找千年人心 可惜當我找到千年人心回來治你 你已經反運佛術了 而今世就是第二世 是 你說我們有三世姻緣 那第三世呢 第三世就是下一世的事 我就是在下一世來的人 我叫興玉堂, 你就叫何小玉 我們也是情投意入的情人 可惜馬劍木從中作梗 他為了得到你, 調棄你, 還想污辱你 我爐火中燒, 阻止他就跟他大大出手 最後我被他打死了 我和你始終得不到好結果 聽你這麼說 我們三世都是沒有好收場的 是, 第一世和第三世 雖然我們都是先後去世 不過我們總算都是相愛 但是今世我對你一番心意 可惜你始終不接受我 阿虎, 你錯了 我錯了 其實…其實我很喜歡你 真的? 是 那就好了, 你終於接受我了 你喜歡我了, 太好了… 只可惜, 正如你所說 我很快就要死了 趙龍? 我不會讓我心愛的人 就這樣白白送死 你想怎麼樣? 救你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立即和我成親 成為我的夫人 我就可以推翻你是山賊魚黨的口供 說來說去, 你還是要我嫁你 你始終還是死性不改 你們怎麼說都好 這是唯一的方法 我寧願死也不會嫁給你 你寧願死也不會嫁我? 是, 我只會嫁給我真心喜歡的人 我真心喜歡的人就是阿虎, 不是你 你… 你儘管配我死罪, 我不怕的 你不爭就配我死罪 少玉死了, 我偷生也沒有意義 你就當我是山賊魚黨 讓我和少玉一起死吧 阿虎, 你… 阿虎, 你不需要這樣做 少玉, 可以跟你同年同月同日死 我願意這樣做 你既然可以為了我放棄駕召龍 放棄了生存的機會 我一樣可以為你一起死 阿虎 你…你們…你… 為甚麼…為甚麼 為甚麼黃英連唯一的生存機會都放棄 他寧願和阿虎一起死 為甚麼他們這麼笨 不行, 我不可以看著他們去送死 我要救他們 但怎樣才能救他們呢 怎樣呢 有了, 我可以用窮蒼無極鏡 窮蒼無極鏡可以乾坤逆轉穿越時空 我可以用他回去未囚禁黃英的時候 叫他離開桂花鎮, 這樣就沒事了 上次阿虎也是用這個方法救過黃英 應該行得通的 好, 先把窮蒼無極鏡拿出來 窮蒼無極鏡, 我要回去一個月前 好, 我已經回去桂花鎮, 我馬上去找黃英 黃英在前面 黃英 阿龍?對了, 我剛剛想找你 你是不是找阿虎… 別說糊塞了, 你馬上離開桂花鎮 為甚麼? 別問那麼多 只要你離開了, 一切事就已辦 遲些我再跟你解釋 我不會走的 我知道你把阿虎收監了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你不明白了 只要你離開了, 我就會放回阿虎 你們就不用死了 我也不明白你說甚麼 遲些你會明白了 來吧, 黃英, 我帶你走 你帶我去哪兒? 放開我 到了桂花鎮的城門 黃英, 你先走 明天我會帶阿虎來找你 阿龍, 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你要我馬上離開桂花鎮? 誰要去城門? 我是致院趙龍, 你開城門讓我們離開 原來是趙大人 請說卑職不能開城門 為甚麼? 朝廷有令, 山賊四出結黨作亂 任何人等, 均不得離開城鎮 以便朝廷派人來捕捉亂黨 我有重要事, 一定要跟這位姑娘離開 趙大人, 請說卑職不能開城門 這位姑娘跟黃榜上的人很相似 她是山賊的餘黨黃英 尤大人, 抓住他 你們…你們認錯人了 立刻懷抱你們 黃英, 先走, 你們停手… 別動, 受死 黃英, 小心 阿龍, 你怎麼樣? 趙大人, 你怎麼樣? 我…我沒事 我身上有窮瘡鏡擋了, 沒受傷 窮瘡鏡破爛了? 阿龍, 為甚麼我會回來自己的房間? 我明明在城門跟黃英在一起 為甚麼? 難道…那塊窮瘡鏡破爛了? 失了法力, 所以我可以回來? 不可以這樣, 我要再去過 窮瘡鏡, 我要再回去 你…你帶我再回去吧 窮瘡鏡 沒反應? 不可以沒反應的 窮瘡鏡, 我要救黃英 我要救阿芙 窮瘡鏡 窮瘡鏡 趙大人, 犯人已經大盜了 阿芙, 黃英 原來是趙大人你主持行刑 阿芙, 我… 你要斬就斬, 別再說 阿芙, 為甚麼你這麼困難? 阿芙, 我和黃英是兩情相約 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是我們的榮幸 是我對不起你們 是我害了你們 你… 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是千古罪人 你忠於覺悟了 我向你們道歉 大人, 你怎麼躲在這裡? 阿芙, 黃英 阿芙, 對不起 既然你知錯 我們也不會怪你的 生死有命, 就當上天安排吧 你起來吧 你知錯就好了 以後你不要再做些違反天理的事 阿芙 趙大人, 時辰到了 這麼快? 你行刑吧 是我害死你們 如果你們落到陰間陰魂不適 你們就來向我索命吧 劇指手 走 行刑 是 我又回到地府了 黃英呢?她跟我一起死的 應該也來了這裡 黃英… 小玉 小玉, 你在嗎? 怎麼不見她 你鬼殺這麼臭幹甚麼 媽婆, 是你嗎? 慶玉堂, 你找黃英是不是 是啊, 她死了的魂魄應該在這裡 你帶我去見她 她已經去投胎了 投胎? 她去投胎做下一輩子的何小玉 這麼快?她剛剛死了 怎麼可能這麼快去投胎 她來了地府已經十天了 怎麼會呢?我剛剛才到她和我一起死的 沒理由她比我早還要到的 還好說 你被人砍了頭之後 魂魄散光, 差點就灰飛燕滅 幸好我伸手敏捷 幫你捉住魂魄的魂魄 你說我叫魂魄散光? 你忘了我說過 如果你去第二世 再一次被人殺死 你就會灰飛燕滅嗎? 是啊, 那我現在… 全靠我, 你的魂魄才能保存 可以回到第三世而已 回到第三世? 你說我可以回到第三世? 是啊, 雖然你第二世最後都死了 但是你臨死之前 令趙龍就是馬劍豪大切大悟 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錯 他為了你和黃英的死 一直很後悔 一個月之後 他還屈屈而終病死了 他和你的三世仇恨 已經化解得一清二楚了 真的? 我孟婆何時有說過謊 這樣說, 我就即日可以復生橫陽 去回第三世 沒錯 太好了, 我可以見趙玉 可以和她在一起了 孟婆, 我馬上回去, 你幫我引路吧 不過你回去之前 要有一點點準備 甚麼準備? 回到去, 你會發覺有些事不同了 包括人和事 是甚麼不同? 到時候你就會知道 無論如何都好 我可以頑陽, 真的要感激你 你多燒些金銀衣紙下來給我就行了 讓我送你一程吧, 去吧 去… 去吧 玉堂, 你醒了嗎? 我…我在哪裡? 你?你就在麵店後居的房間裡 麵店後居? 我回到第三世了嗎? 甚麼第三世? 你說甚麼? 是你碰到頭, 碰到傻了嗎? 玉堂, 你沒事了? 小玉, 我很想念你 你為甚麼好像很久沒見我這樣 我早早隔了一輩子才見你 你說甚麼?我也不明白 不明白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我現在不死得沒事 傻的, 你撞穿頭很小事 怎麼會死 馬劍豪這麼大力推我到地上 流到一堆血還說小事? 你說甚麼?是你自己撞穿頭 跟阿紅有甚麼關係? 玉堂, 你怎麼樣?沒事吧? 你沒有賣禮 你幹甚麼? 你又想跟我打過嗎?我不怕你 你幹甚麼?你撞穿頭, 撞到懶了嗎? 阿豪跟你從小玩到大, 他怎麼會打你 是呀 我會跟他從小玩到大? 我…我明白了, 孟婆說過 我和馬劍豪的仇怨已經化解了 他還說我回到第三輩子 會發現很多人和事都不同了 沒錯, 可能就像這樣 你自言自語在說甚麼? 沒有…阿豪, 我問了一個問題 你要回答我 說吧 你對小玉有沒有意思? 你一定是撞我頭撞到傻了 我也成了親, 兒子也兩歲了 那就安樂了 玉堂, 你為甚麼不停在胡言亂語 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我沒事 我也不知道有多精神 我知道有些不習慣 很快就會習慣了 小玉, 我看他還是有病 你好好照顧一下他 其實我真的有個很嚴重的病 你甚麼病? 丹絲病 我每天都很想念你 我少見你一面就不安心了 無賴? 小玉, 你嫁給我吧 讓我們可以朝夕相對 怎麼你這樣? 這麼多人在面前說這些話 怕甚麼?娘和阿豪都是自己人 對了, 我想喝媳婦茶, 恨了很久了 小玉, 你怎麼樣?答應我的兒子 你們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今天真是太好了 娘, 小玉肯嫁給我 真是太好了 我和小玉經過三世的波折 終於有情人終成見熟了 三生, 妖獸寧監製, 楊麗昕編道, 豪重烈原著, 江麗寺編劇, 並且由林家棟, 鄭梓成, 曾月娥, 林友榮, 丁欣, 譚翔蓮, 蔡浩良聯合播演 苗齋志已知, 三生, 第六回大結局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香港電台戲劇組織 充滿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